蔡英文說 中國介入選舉 力道日增 方式更多元化 小心 匪帝就在你們身邊 不要受他的影響 那當然就談到向欣夫婦 在臺灣一千三百九十幾天 律師跟檢察官說 一審也無罪 二審也無罪 不要再上訴了 要把他限制出境 讓他們回家吧 勾吻 勾吻 我真的 我當天就請向欣夫婦 來上電視 談談他們的甘苦 不敢來 說不要啦 不要 很乖 很故意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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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想回家 我們不想廚房頭 我們也不想去賭什麼園區 他病理比較故意 他知道是你要下課 我不是要下課 我不是要下課 機會好說話 好不好 這個向欣的爸爸已經八十八歲了 去癱瘓了 看不到兒子四年 不僅兒子去哪裡 去臺灣 去臺灣幹什麼 醫美 醫美磨土 醫美 然後又去 不是醫美磨土 去做醫美 同時去信義計畫 去要買房子 然後就被扣下來 四年回不去 所以向欣就說 本來說是匪諜 我現在不是 又說我洗錢 然後根本沒有證據 所以我經歷這一趟不可思議的 奇幻司法之旅 好 那麼中文時報的社會論叫做 炮製向欣案 民進黨還騙得下去 還搞 還搞 到底有多少匪諜 剛才在揪集的時候 我都想不起來 那個王立強當時 王 王立強 澳洲 四年前 因為那時候我在學 一個王立強這個事件影響在我們 在地方上影響真的是很多 真的啊 這個我到現在還想知道王立強事件 到底誰是後面的導演 有人講 美國 澳洲 臺灣 民進黨政府 或者三者都有 如果說這後面導演 是編撰出來 杜撰出來 是刻意去打選戰的話 我是覺得這 那些導演們 導演們都非常的可惡 王立強現在大家說 連澳洲都說他是個騙子 對不對 他是一個騙子 然後他扯出來的 這個相親這個案子 現在就想說 一審二審都無罪 現在要再把他另外做罪名洗錢 那洗錢就趕快 搬完以後 你趕快讓人回家 這是人道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從人道 從相信的人道 我們想想 四年前可不可以還給國民黨 總統候選人一個人道 我是覺得當時韓國瑜跟國民黨整個選 被王立強的事件打得多慘 被抹黑抹成什麼樣子 被香港的抗中寶臺抹成什麼樣子 我真是覺得我們台灣的選民 大家這次要睜大眼睛看看 我不知道今年還是那些導演們 還會在演出 排出什麼樣的劇本出來 我覺得會演得比那個更精彩 因為現在AI越來越進步 模仿你的聲音 模仿你的形象 尤其王立強這是一個跨國的 他不是只有單一的 我覺得美國澳洲都在後面 搞的 然後影響台灣的選舉 因為明年的選舉非常重要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說 老共在那邊虎視他要介入 我認為美國甚至澳國什麼五眼聯盟什麼 都想介入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